明報報道 造成39人死亡的南亞海難發生到現在超過9年 死者家屬一直要求為遇難至親召開死因言順的期望 仍然落空 明報拿到一份警方呈交死因裁判官的遇難者死亡調查報告 超過2000頁的報告內容第一次曝光 揭示警方原來早在2015年4月以海事處和涉事船組人員 從未經公開法庭審問及基於公眾利益等理由 建議召開死因言順 那份報告內容主要涉及乘客、海事處驗船人員、 南亞4號造船廠及香港電燈員工等合共91人口供 當中最少17個海事處人員 未曾在13年法官、倫明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上作供 不過死因裁判官在去年年底決定不召開言順 東方日報報道 本港最近爆出感染侵入性月營鏈求群組 奪去最少5人性命 感染者都曾經接觸淡水魚 東方日報將6種市民經常吃的淡水魚樣本 交給專家檢測它的微生物含量 結果全部樣本都發現月營鏈求群 更加有其中兩個樣本驗出霍亂胡菌 當中有鱸魚的樣本 比起國際標準超標超過百百倍 而各個樣本總群量也超標超過兩倍 由議員狠批食環處食安把關不力 醫生說侵入性月營鏈求群 對抵抗力較弱的人致命率最高達到三成 感染霍亂胡菌亦可致命